歌从黄河来 掌声有请歌从黄河来 主持人马俊 雷若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歌从黄河来 好 现场还有第二季节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 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 民歌传情记 欢迎大家 我所身服装提供呢 是由北美新天地 可可尼和GXG精彩呈现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坐在我们现场的三位 嘉宾老师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国家一剑演员李丹阳 欢迎您 李老师 欢迎李丹阳老师 好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 是我们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的老朋友 他就是周伟老师 欢迎周伟老师 周老师 您好 好 最后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 也是老朋友 著名评论人 老杨 欢迎老杨老师 杨老师您好 欢迎三位老师的光临 那今天所有选手的表现呢 一定要征服现场的三位评论老师 他们才有可能取得今天晚上的胜利 那事不宜迟 赶紧有请今天节目的第一位选手 掌声欢迎她 大家好 张希丁 这位选手你拿的是什么呀 这可是我们家乡样的清磕酒 怪不得呢 我说这隔着目都能似乎闻到一点清香 我听说你们藏区的这个 不管是男同志还女同志都特别爱喝酒 是吧 对 我们家乡那边的男孩子女孩子都特别能喝酒 刚才为了我在台上不紧张 我还上台之前 还喝了一杯呢 李孙说你上台之前 喝了一杯给自己撞打 告诉我们唱什么歌呢 今天我就是带来一首 祝酒歌 吉祥的鲸鱼酒 扎西特 我来耶 观看 视频道 我来就这样的过来 我说就这样的过来 我来就这样的过来 我去给了大家的过夜 我说大家的月来 所以就按着过夜 所以就按着过夜 谢谢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吗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梁山木里藏子之间的藏家女孩 我叫泽阳捉马 哦 捉马 你刚才唱的时候啊 我就一直关心你一个舞台后边放那个酒杯 我就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喝酒 你看杨老师都点头 说到做到 说到做到吧 对 接着不光有酒还有肉呢 你跟我从我们家中带过来的毛牛肉 哦是毛牛肉 对对 这个酒我就不喝了 我尝块肉吧 来我这个酒送给三位老师 嗯 嗯 这个 确实我对酒啊 这个不胜酒力 我觉得我也是对肉感兴趣 哈哈哈 这是我们家乡的那个毛牛肉 我知道 这这个还是个 嗯 你唱的真好 哈哈哈 哈哈哈 哎 这位老师啊 哎 别吃了人家嘴软啊 你要说实话 我觉得唱的好跟这个没关系 我说的话跟吃肉也没关系 你知道吗 就是肉好哥也好 这个人长得更好 嗯 你还没喝酒呢 这时候该喝两口酒了哈 就是了 哎这个 干了哈哈哈 这后边的观众还起话 这个大叔真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啊 哈哈哈 这个哎 咱们这个喝酒家乡有没有这规矩 有 有 对 敬天敬地 敬三宝 再敬父母 再敬朋友 啊 啊 啊 对对对对 马俊你看看人家周围老师哪里学习哈 人家就知道要先这样敬天敬地 敬三宝 真是酒哎 哈哈哈 干了 别别别 你知道我们这节目刚开始 就让周围老师为难 来 真干了啊 干了 哇 谢谢 哇 谢谢周围老师 谢谢 肉 肉也人家拿着 肉也可 哈哈哈 谢谢 杨老师 琢磨是吧 对 我真的是不太能喝酒 我一顿啊最多只能喝两斤 是吗 完了这肉啊我看是不错 嗯 你别让我尝了 我能不能打包回去 那好 要不就杨老师你专会搬到我们家上去吧 哈哈哈 好 来 卓马回来 我们第一位选手上台之后啊 不过我们这个搞成一个餐饮节目 嗯 那李丹阳老师 你觉得今天我们的一号选手 咱不说酒 不说肉 说的唱的怎么样 非常完美 我们四川人热情好客 尤其我们的藏族同胞 亲自酿的这种家乡的酒 有家乡的情节 家乡的味道 家乡的生意 我非常亲切了 当然 我相信也感染了两位评委 你看周围老师吃个没完了 对 他的一口吃一口一口的在剥肉吃 都不舍得一大口吃完了 您呢我先把手里边那个肉的先一会再吃 该说了 你不光吃不说 不是 他一边吃一边在想啊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地区的我们的朋友们他们的歌声如此美妙 就是因为有酒有肉 吃着这么好吃的毛牛肉喝着这么香的清喝酒 听着这么高亢明亮的声音 人生的幸福不过如此 今天我真的很满足 谢谢周老师 这肉还有吗 哈哈哈 还要呢 周围老师刚才那杯酒真的是量不小 不小 脸上两腮变红 放红韵了 一杯清喝穿长过 两朵桃花上脸来 我这个选手唱的 我这个肉 他们下边给我打包 没吃我也就说好了 四川的这个女孩子真是了不得 他们不光是会唱 舞也跳得非常好 舞也跳得非常好 我听出来杨老师的意思了 想让你跳一顿 是这意思吧杨老师 杨老师啊 这舞真的得跳 但是呢 邀请那杨老师跟我一起跳 但是看那杨老师跳得好的话 我可给杨老师有奖励的 我要到台上跳舞 肯定就是真正的是四句话 要让全国的观众 看看老杨 眼睛是多么的小 头发是多么的少 背是多么的不值 心眼是多么的好 您就来吧 但是我知道 有一个人能过搭班的跳 谁啊 周伟一定是十八班舞一张 样样街东 我看周老师刚刚喝酒啊 就来就了也约约一试了 来来我天灵下来 我只能跳醉舞了现在 慢点慢点 杨老师 周老师这样吧 那个我今天那个 给杨老师和周老师那个 跳一个那个 就是我们藏族 就是比较传统那种 就是郭庄舞 郭庄 不是郭台舞 好来吧 郭庄 好来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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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觉得动作跟打麻将差不多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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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伟老师已经多了 哈哈哈 高了 嗯 嗯 我觉得 杨老师的话 我觉得跳的挺好的 有力量被人跳的不好 但是他态度好 就是 有力不在 就是造位 所以说你这奖励是不是要送给杨老师 对 那这里的话我就代表我们 呃 四川人民和广大的父老乡亲们 给 杨老师一个 热情的拥抱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 周伟老师傻眼了 怎么还不好意思呢 眼睛是吧 你这个右标就 本身周围就喝了酒了 你要再不抱他一下 非气死不啊 真的 非常感谢你 谢谢 谢谢 哎怎么敢握手了 哈哈哈 今天我不说四句话了 送你一副对联 叫做老杨跳舞 打一句俗语 敢压的上架 嘴马唱歌 有一种味道 清柯酒真香 很批示 拥抱挺好 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周老师 谢谢杨老师 谢谢杨老师 咱们这个快乐过后啊 该投票了 真是痴人贼短 啊 哈哈哈 哎肉还有吧 啊 啊 哇 谢谢 杨老师 你想想回家怎么交代吧 嗯 谢谢杨老师 我们四川的时代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让你跳你不跳 哈哈 就不给你拥抱 对吧 哈哈哈哈 所以说我支持他 谢谢李老师 我觉得今天台上李当勇老师一直在替我说话 但是呃 我觉得是也有一点这么成分 但是我觉得李当勇老师也许真的被我的歌声打动了呢 好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那清脆的山林里 这里有红花呀 这里有绿苍 这里有绿苍 方便我满回唱歌的小黄鲤 �신 崇晴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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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智 心情沾红 青春无悔 沉沛一泪 河西会变吹 写的生命 此举世欢来相随 看那天空雪花花在吹 沿着谁 青春一味 沿着谁 青春一味 沿着谁 青春一味 in Rabb! 沿着 Alley 前夜成门夹assy 沿着 selv有一日 有的青梦翻重心来太多花贵 谁的眼神的身体来剪剪飞 春天的玻璃 彩蓝的玻璃 春天的玻璃 彩蕾蕾 春天的玻璃 彩蕾蕾 天是伴你荣言最美 继续看不见出魂 春春的芭蕾 不是所有的爱唱歌的人 都能完成得了的这么一个大的作品 你的这个完成这个作品 这个律动的方面 不是说那么那么的完美 但是足以表现你演唱是很有实力的 所以在这里也祝贺你 为什么出场之前要唱那个春天在哪里 因为这首歌是我的启蒙音乐老师所创作的 你的启蒙老师 我记得这首歌是潘振升老师创作的 是的 就是潘振升老师 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 可能很多人都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唱着这首歌长大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潘振升老师呢 是我个著名的作曲家 他在宁夏工作了33年 创作了有一百多首歌曲 其中有很多啊 都是儿歌 比如说像一分钱 小鸭子 还有那个春天在哪里 都是潘振升老师的作品 只可惜呢 潘振升老师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 潘老师离我而去了 但是我今天在歌从黄河来的这个舞台上 把这首《春天在哪里》送给他 想说一声谢谢您 这个启蒙老师是最难忘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声乐老师 您是学过声乐 我小时候学声乐 这个老师姓董 董老师 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那时候还在十来岁的孩子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五十多岁了 但是在当时对于他给我上课 我还是历历在目 像妈妈一样 确实是这个恩师之情啊 永远难忘 我们都应该去感谢老师 给我们的点点滴滴的培养 您是来自宁夏是吧 是的宁夏侯州 我记得宁夏那个地方呢 盛产枸杞酒 对 还有羊肉 还有法菜 还有贺兰师 是吧 大米 带来了吗 不带了 啊 不带了 真带来了 真带来了 但是因为今天 我带的有点多 所以在舞台上不好展示 哦 带的够 够是吧 对 一会儿下去跟周老师 呃 李老师还有杨老师一起分享 唱得很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二号选手 大家觉得他能不能够晋级 老师们请做选择 来 杨老师 冲过 今天还是有一点点紧张的问题 好吗 对不起 我刚才说了这个小叶的演唱里面是带有一定的瑕疵的 但是我觉得你的声音整个感觉还是在状态当中的 所以说呢 我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 谢谢 现在放心了吧 好 这些老师就不是太好 他对我的评价就是说他自己对我唱这首歌也不是很满意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事 就是我会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继续努力 大家好 我来你们了 你这一出来 你这一开始说了一句什么 后来又来了一段这鸟叫 反正都无法沟通 这可是我的绝技 我就是不告诉你 这样你的绝技你不告诉我是吧 那你一定要唱着打动三位老师好不好 准备好了吗 OK 来大家掌声鼓励他 这个一段这鸟叫哈 平凡之阿弥 平山山山山 阿弥陀佛 阿弥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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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SHIRIT 阿弥陀利 阿弥陀利 幕后边的兄弟 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因为在这个规定时间里边 这个大幕没有起来 说明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能对你这个演唱 还是多多少少提出一些质疑的 现在幕可以起了 你一出来 我对你这顿衣服 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这是我们哈尼族的 哈尼族爱你人的名字胡庄 我来自云南省福尔市 南昌拉虎的自治性 蒙兰镇罗巴圈上高载的 阿表 树叶男孩 树叶男孩 是不是你刚才在幕后边 发出那几个怪声 就是拿树叶吹的 对的 这怎么呢 这我抱你 就是这样的拼树叶 你再吹几声我们听听 你给我来几个 我也试试 可能这个男同志都有过这个类似的经历 小的时候像周伟老师一定啊 我们小时候等着春天 揪一下柳叶 咱也吹 那好像没有这么有乐感是吧 嗯 再来两片 哈哈哈哈哈哈 周伟老师你试试 我尽量我一般我都是秋天弄这东西 你给我拿着我试试 秋天弄的我都是把这树 树 这声音不哑 不好 其实这个树叶和人 融了一起才能吹出来 就帮屏障这样吹不出来 这个 哦得树叶和人 对 树叶和人 对 这个老江湖啊 这个马俊亚是这样 这个 他一旦要成为一种艺术 他一定是我们常说的 冰冻三尺 飞水穿石 你学 你眼下一时半会儿你真的吹不响 我倒有个建议 刚才小伙子不是说他会吹很多名歌吗 就是丹阳老师就是唱名歌的 哈哈哈哈 专家呀 丹阳老师唱一首让他给伴奏 对我所有的只要是歌我都会 我都会会吹 你会吹的这个吗 一首情歌 阿哥阿妹的情依唱 阿妹一起来吗 阿妹的情依唱 阿妹的情依唱 每夜的心 大夫人 愿意在人身上 到陕北去了 这会儿 刚才我觉得他吹的时候特别特别轻松 你看哈因族的一个小伙子 来这儿呢唱好像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兴趣 反而出来之后吹 大家快乐好一阵 那接下来请三位老师做点评好不好 好好回去把你的这个专项 再好好的发挥挖掘一下 将来你就是中国树叶第一人 谢谢雅思 喜欢这样的小伙子这种朴实 真诚帅直 谢谢雅思 我觉得你的歌声啊 就是没有穿透力 歌从黄河来嘛 他不是树叶从黄河来 欢迎下次再到我们来 好吗 好的 谢谢谢谢 两奶红灯意味着呢要跟我们这个舞台说再现了 不过呢有一句俗话我觉得说的好啊 树叶有专攻 说的不是这个树叶啊 没准真的像你当然老是说的 你真会成为这个全国吹树叶的第一人 我喜欢自己以后在吹的方面都加强 然后能成为能带一些人出来吧 我很想教人 如果说你愿意收学生 我都愿意当你的学生 如果说有可能的话 我真的可以跟你学习 如果你愿意 我们有机会的话 好吗 以后你教我吹树叶 我教你唱歌 OK 这样 吹着一首旋律 咱俩一块儿下篷 好的 来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的 有一点点遗憾 就是自己没有准备好 要是能够发挥的正常的话 我觉得实际上的结果都能接受 我叫刘悦 来自河北邯郸 我是一名公司的会计 因为音乐让我感到快乐 所以我叫刘悦 大家也可以叫我刘乐 我想一想 你是那个音乐的乐 但有的时候也可以理解为快乐的乐 对 不过其实嘛 人的一生有音乐陪伴就是快乐的 所以我觉得月月乐乐乐都好 是吧 接下来给我们唱什么歌 来打动大家 黄河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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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的源头 再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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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赶赶姑娘的歌后面 王國獨獨獨獨獨 六千年體願 天歌人的飛啊飛 飛千里萬里 一朵老花 是一個故事 三鄉那個深州 古老的土地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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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樂 你是我見過的長得最漂亮的會計 過錢過錢 剛才雷路還說呢 說他就羨慕會計 每天跟前一塊打交道 我告訴你還有人特別羨慕我 說我每天能和雷路打交道 是 我也羨慕 剛才這個好像最後結尾的時候 有一點點這個失誤是吧 是 我感覺有點緊張 我也看出來有點緊張 這樣你別緊張 聽你老師怎麼說 謝謝 樂樂您好 你今天這個曲目還是特別特別的 就是為我們這個歌唱黃河來 特別準備的這個曲目 我相信是這樣子的 但是比賽還得是兩體才藝 還要合適自己的作品是最合適的 我覺得你這個打扮呢 我覺得你寫一首比較甜美的歌 或比較抒情的歌 我想唱李老師的歌 是嗎 大家能不能給我一個機會 我跟李老師同台唱一首歌好嗎 謝謝 有請李老師謝謝 別緊張 我今天還緊張呢 李老師我感覺這個比電視還要漂亮 真正濟 好嗎 乖 天来呀 十八岁的哥哥呀 坐在这边 东方呀吹的 那个风车转呀 才走回想呀 来苗仙 风车呀风车 那个哑哑哑的长阳 却是没有想要 那森花开眼 我唱口诈了 你来给李老师 谢谢李老师 好谢谢 谢谢李老师 谢谢 我讲这个值得我一生名记 谢谢 谢谢李老师 谢谢 我刚才在这个周围老师旁边 周围老师 我也喜欢周老师 你等到等到等到 我得拦着点 咱们就在这说 喜欢归喜欢就在这说 你要干嘛 因为我觉得周老师是 那个少妇心中的白马王子 少妇心中的白马王子 大家都是不是 我觉得 为什么是少妇不是少女呢 不是 我觉得你跟人的感觉非常幽默 灰泻那种 主持的风格 不管是说相声 我非常喜欢 我说到你 有千言万语想要表达给周围老师 是 咱们还是给他一点时间 让他看看他有什么话要跟你说好不好 我希望能得到周围老师的 我得拉着点 这个本钱很好 形象也很好 嗓子本钱很好 而且来了我觉得你心态特别好 还行 他没想要 我才给拿冠军怎么着 我想我就能够放声一下去参与一下 而且能够和丹阳老师唱一首歌 对 今天就没白来 是不是 我还想跟你唱一首歌 大家说行不行 周老师 你老问大家 你不问我 你老问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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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了 我 唱啥呀 嗯 我们唱一个 月亮代表我的心吧 啊 啊 来掌声 有请周老师 谢谢 我我我唱这歌 还真是没唱过 这个少妇心中的白马王子 要唱月亮代表你 哎 你需要不需要我站在你们中间 需要啊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人演月亮 哈哈 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是我们的一股强啊 哈哈哈哈 来吧 来吧 没没关系 我我强在后边 拜托啊 谢谢 试试吧 这个这个这歌真没唱过 来 掌声邀请周老师 谢谢 我我我唱这歌 还真是没唱过 对少妇心中的白马王子 我我说你 你以为我唱月亮代表你 哎 你需要不需要我站在你们中间 需要啊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人演月亮 哈哈哈 我觉得你是我们的一股强啊 哈哈哈哈 来吧来吧来吧 没没关系 哈哈 我我强在后边 拜托啊 谢谢 试试吧 这个这个这歌真没唱过 来 你问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也爱掉我的心 你吻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越南带的心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越南带表达你 sweet me 谢谢 谢谢老师 头一回有一位姑娘 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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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她一直都不是我主流 我头一回有一位这么漂亮的姑娘 肃目相对对你唱这样的歌 过奖 过奖 戴阳啊 内心很澎湃现在 我觉得乐乐 还是刚说我这句话 你今天的比赛场上选歌选错了 所以下次 戴阳就以这首歌来评判 老杨 戴阳啊 不许按绿的啊 不许按绿的啊 你说了不算 还是那句话你说了不算 评委席上班上 我先把红 我先把这个绿的 我先把这个绿的绿的绿的绿 杨老师 反正还得合作一首 回到舞台中间 这是我见过的最热情的一位选 你到舞台中间就行 我对这个嘉宾一定一视同仁 不能让杨老师有疑犯之后 不行不行 我现在又把杨老师给惹了 杨老师 杨老师要跑 杨老师 来 咱们抓紧时间 伤自尊了 不能这样 我跟你说 杨老师戴头套下了 一会儿跟你唱 接下来 刘昱 能不能够顺利进击 三位老师请选择 我按灯的时候 别让选手看着我 要不要紧张 灯光代表我的心 谢谢 比赛是残酷的 希望下次你再来到舞台上 谢谢李老师 谢谢 谢谢 两点红灯 要跟我们舞台说再见了 此刻我就像在做梦一样 真的 我希望这个梦永远不要醒来 对 谢谢 谢谢你带给我们的快乐 谢谢 谢谢 特别好 就像在做梦一样 我觉得 让我内心特别澎湃 我觉得也值得我这一辈子 铭记的时刻 听闻此处有一极好的栏目 名叫歌从黄河来 众小主啊 为博评委的欢心是纷纷献意 小女子呢 似出水芙蓉生的亭亭玉力 心想着啊 若是能一举夺魁 那便是极好 若不信失利 倒也不负恩责 后边这位贵人是打公里来的吗 是 说话这都挺穿越的呀 正是 好好说话 我希望自己能够夺得今天的冠军 就这个意思是吧 对 那你说那么一串甄嬛体 听得我们真有点云里雾里的 给大家做得乐 也好 谢谢 但是不能光跟大家套近乎 你给把真本是亮出来 让大家订问题 音乐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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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轻轻的小村旁 岂止盘山的伴爱乐 啊啊啊啊啊啊 你还记得吗 你可記得嗎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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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不祥的真冰色 當臉中傳來愛哺哺的歌聲 那是母親告訴你春歌春歌 當秋風吹過金色的天夜 那是父親催促你首歌首歌 那是父親催促你首歌首歌 啊啊啊啊 你還記得嗎 你還記得嗎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这就是不想你尽快放 细致的处理 对这个作品可能就会更加的展示的更加的完美 谢谢戴尔老师 一定向戴尔老师学习 艾伯文今年23岁 这些信我们不是很常见 我是满足 少数民族 满足 对 怪不得刚才出厂前那么说话呢 那我得给您请完了各个奇想 别别别 担当不起 我们这准备了一段小片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艾伯文 画面中的人就是我的爸爸和妈妈 一个简单的小摊 两个操劳的老人 各式各样的水果 这就构成了我生活的保障 天不亮就出摊 夜深了才回家 一年365天无一例外 不再是锦衣日时的无忧生活 不再是幼稚懵懂的我 开始懂了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 我看明白了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明白了 那是爸爸和妈妈 家里边有一个水果摊 对 我家是卖水果的 我是从五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带着我到了宁夏银川 然后从那个时候起 爸爸妈妈就开始做生意 刚开始是小面馆 后来变成水果摊 每天起早餐黑的就是去卖水果 然后我特别害怕的就是看见我妈妈的手 因为已经不再是一双女人的手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一个女人的手 因为太操劳了 每天就看着我妈搬着好几十斤的箱子 还有我爸 其实我爸干不了活他有消喘 但是为了就是支持我的梦想 我喜欢唱歌很有天赋 所以为了支持我的梦想 他们每天起早餐黑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我在北京在中国业选读书 如果说一斤苹果挣一块钱 我爸爸妈妈要挣 要卖一万多斤的苹果 才能挣了我一年的学费 我明白了 一万多斤苹果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们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苹果呀 我听明白了 一个漂亮姑娘有她自己的梦想 但是呢 爸爸妈妈用她们的辛勤汗水 然后在支撑着女儿的这个梦想 我真真是要不看扫片 想不到这么一个 有唱歌梦想的这么一个女孩 背后是一对卖水果的爸爸妈妈在支撑着你 给你四句话吧 叫做吉林银川路遥远 父爱母爱重如山 女儿心比天地大 爹亲娘亲水果滩 咱们节目一年多了 杨老师呢每期都来几乎 头一次见杨老师如此的动情 谢谢杨老师 谢谢杨老师 用您的感动也感染了我们 谢谢杨老师 是你的身心力是专业的 经过专业的训练 而且很棒 一定好好好好的继续走上去 我觉得你肯定能够成功的姑娘 谢谢老师 非常好才23岁 谢谢老师 好 谢谢周围老师 接下来爱博文能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 那三位老师请你们做选择 路遥远爱无疆 红灯面 逆分亮 谢谢老师 谢谢杨老师 谢谢周围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那就 在走之前跟我爸爸妈妈说两句话 可以吗请 你叫我什么 秦 你说吧秦 谢谢秦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爸爸妈妈是卖水果的 我觉得丢人 所以我会一直坚持走下去 不管多难 谢谢爸爸妈妈 谢谢 谢谢 跟爸爸妈妈一起从小到大看着他们吃苦把我培养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不会放弃的 我一定会非常的努力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我爸爸妈妈过上好的日子 不用再这么辛劳 大家好 我是好男人 好男人就是我 我是侯志欣 你挺不谦虚的 一上来自己夸自己 你觉得你能做到吗 我 现在能 以后能 永远都能 哎呦 这么坚定 告诉我们唱 唱什么歌 我想把一首卡尺哥儿女郎献给我心目中她 你要把一首 卡尺哥儿女郎 卡尺哥儿女郎 卡尺哥儿女儿 对 献给心中的她 是 来我们掌声有请 有双眼睛对你悄悄凝望 有颗心在为你轻轻跳荡 不知你来的那条河上 不敢问你要去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 有颗心在长河 抬起我的向往 多么永远陪在你身旁 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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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尺哥儿女郎 啊咪啊咪啊咪咪啊咪 啦咪啊咪 cough 哪咪咪啊咪你啊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刚才出场之前啊 你不要把这首歌唱给你心中的那个他 对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我想把这首歌就是唱给我心中的那个他 就是我想要得到那个女朋友 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特点 现在不是有什么优点 现在不是讲什么什么高帅富啊什么的 你有什么的 其实我优点就是 就是身上具备的一些品质吧 可能是高帅富所没有的 自己说了 那接下来呢 咱们一起看一个小片 一起来了解了解它 我要改变从现在开始 炒菜做饭不在话下 打走卫生 没问题 不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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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酒和我没关系 我可以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 为了她 我愿意 不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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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可能是很多这个女人心目当中好男人的标准 你那女朋友今天来了吗 她来 她是也不算女朋友把我给请来了 她真来了 对 她在哪 她要不上来了 今天你觉得她在场上的表现怎么样 还行 还行 还行怎么行 就是挺好 孩子看着挺腼腆的 其实哪个感情丰富的男人还没有几段令人回忆的过去呢 再问你 你笑什么呀周老师 是不是您又勾起了您的一些年轻时候的往事 是把你的实话都勾出来了 那咱们就就此打住 那这样 今天把你请来 不单单是想为你唱首歌 我相信她还有话要跟你说 今天站在舞台上 我想 就是我们四年前错过了 但今天我不想再错过了 我想跟你说 四年前 在公交车上 看见你 我觉得你就像小天使一样 怎么在我的世界里 给了我很多惊喜 还有两年时间 就要毕业了 我希望你能等我 我 会给你 幸福 珍惜你 呵护你 今天唱歌给你听 记住她说的话了吧 记住 请坐 现在呢 你还在念书 还有两年才毕业 对 这个承诺呢 至少让姑娘等两年 那你就等着她 好吧 哎呀黄河 歌从黄河来 这么着办 就太有意思了 他要能把这个节目 要和相亲的节目 揉到一块 那一定是 收视率一路飘红啊 既然你们俩 有成百年和好的 这么一个意思 你杨白布就送你两句话 祝你俩 白头到老 老婆白头 谢谢杨的吧 我觉得她唱歌 她是有目的性的 尤其今天来 她主要是 她是为了表白来的 是讨老婆来的 那我怎么觉得你女朋友 好像有点太矜持了 她 她怎么没什么反应啊 可能是 有点紧张 是吧 有点紧张啊 以前都是公园树底下 头一回当这么多人 啊 这个马越 马骏在这方面 还确实是比我有经验 这个前面的歌 有点紧 包括你的声音 状态 稍有点紧张 如果松弛一下 会更好 好吗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上舞台难免紧张 包括你刚才那个拥抱 我觉得都有点紧 不是她那个拥抱 不像其他的80后90后 一看 她那不是装的 不像人家来的那么生猛 就是这个波澜壮阔的 杨老师也挺有经验啊 我发现 那接下来呢 小侯同学 能不能够顺利地 进去三个老师 请选择 接下来你还有机会再展示 那么我就要给你提个 小小的建议 你现在的声音条件非常好 但是 你现在底细不足 你的气息不是很好 在台上你的表演 你的表情 都要进一步地放松 我相信 你这样子放松的心态 你就会好梦成真 我 祝你好梦成真 意义双关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三位老师 一开始是有点紧张 后来我觉得 那个 老师说完话以后 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觉得挺挺 就是得到老师的点评 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因为老师 因为你有那个 有东西 有错误 老师才会点评你 我觉得是一件挺开心的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可以 更上一层 来介绍一下自己 让我们大家 先通过声音认识你 我叫贺宜 贺宜 明天气太远 目前是一名大学生 那你平常除了唱歌 还喜欢什么呢 喜欢把以前那些 古典的诗歌啦 包括现代的一些 现代诗歌 编成曲子来唱 你接下来是不是 要通过自己改编的 这个古诗也好 或者是古词也好 给我们唱一首 我先唱一首 我自己学的一首歌吧 我先唱一首 你自己学的 唱什么歌 告诉我们大声点 唱七月的草原 七月的草原 那你想不想让大家 给你热情的掌声 我鼓励你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好 来 小周欢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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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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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回你化下年天上 七月的草原 真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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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春相云过白白的梨 啊啊啊啊 白白的梨 真乱想念心山山的梨 啊啊啊啊 山山的梨 小伙子塞马快开的梨 姑娘的夫婿多彩的梨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月月里朝门前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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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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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特意也是刚入学校毕业 对 今年刚毕业 我们越来越有点大学生专场的意思了 好像看你这个资料 你和其他的选手 和其他的大学生还不太一样 你喜欢自己搞点创作是吧 是 我比较喜欢自己写一些曲子来唱 因为个人喜欢 自己写曲子 然后呢 扑到原来一些老的诗词里边去 对 都做过什么样的尝试呢 示范上一下 你要示范的好 老杨拜你为师 不敢不敢 那这样吧 我给大家唱一首 我那个写的徐志摩的诗 《在别康乔》 我给大家唱一首 《在别康乔》你能干 徐国 唱一只长高 像青草更青出满苏 满载一尘心灰 在心灰崩烂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盛哟 下床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强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会回笑 不带走一片云彩 不管这个编曲怎么样 我觉得一个年轻的大学生 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我觉得就是值得鼓励的 周杰老师您觉得 周杰老师您要不要考考它 考考 咱们这个大俗既是大雅嘛 你能不能现场即兴 给我编一个我们曲艺里面 经常用的一段台词 您说我听试试 好吗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你这个唱出来是吧 对 试一下吧 我想听那种深情版的 深情版的 吃葡萄 不吐葡萄葡萄皮 不吃葡萄 倒吐葡萄皮 有没有那种特别豪迈护葡萄 有没有那种特别豪迈抒情版的 三 二 一 开始 吃葡萄不吐葡萄 葡萄皮 三家演员好不好 很好 谢谢谢谢 基本上又一个女像演员诞生了 所以你们来不行收她为图 好 来 接下来三一老师 我们这个 小贺同学 贺宜 能不能够顺利晋级三一老师呢 请你们做选择 你的这个唱歌 乐感强 然后声音也不错 而且是多面性的 但是你还是要加强你的气息 提一点小小的建议 好 谢谢老师 我们大家都说 过 好 谢谢大家 他们大家都说过 你们大家说过 谢谢老师 过 干嘛 过 咱是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三位老师的主力 接下来呢 继续努力 好不好 我唱歌的时候的感觉 和我平时说话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比较 就是那种 外冷内热心的嘛 我觉得尽量要保持原创 然后在这种原创的基础上 就是进行二度创作 能把它达到升华的地步 虽然说我的记忆 还不是特别的娴熟 但是 我希望我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西新州的流传 你们好吗 好 你一上来 给大家 你们好吗 好 三伙 叫刘帅是吧 是 光听你声音 我不知道你帅不帅 肯定帅 也肯定帅 那你先露两首 我听听 好的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神 伟大领胸马主席 指引我向前进 我一直在寻你 寻你机会去北京 因为他是我普遍的唯一 为什么在歌里面这样改变 也就是说这是你的新生 特别期待去北京是吗 是 因为我觉得北京应该是我 以后发展的方向 应该是你发展的方向 很多人都想去北京 而且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觉得 选择去北京就是选择去吃苦 你不怕苦吗 不怕 不怕 也很简单 来告诉我们 接下来要唱什么歌 正式给大家带来一首 北京 北京 就是北京 北京 北京 对 来 我们掌声欢迎他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器指引 我似乎听到了他主板的行动 下好 我在这里滑上 我在这里温想 我在这里抜起 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儿死局 我在这里積到 我在这里欲灯 我在这里凭望 我在这里凭望 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神区 北京 北京 咖啡关于广场有三个结局 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 人们在挣扎中 相互告为何拥抱 寻找着 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睡眸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避忘 我在这里寻找 也在这死去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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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师父您好 咱们第二次见面了 因为刘帅是我们歌颂皇后来 线下海选选上来的一位选手 那次的海选活动正好是我主持的 然后我们很快就又见面了 然后今天唱了一首北京 北京 那北京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我觉得北京特别繁华 应该特别是充满一个梦想的地方 所以说对于你这个学音乐的孩子来说 你就梦想了有一天能够去到北京 对 继续自己音乐的梦想 我高中时候那会儿要高考 我就想到我一定要考上北京的大学 但是后来我高考没有考好 所以就与北京无缘了 所以现在在哪里念书 云南 在云南 对 离家也很远 离北京也很远 对 但是你一直没有放弃过自己追逐梦想的那个 对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想在考研究的时候 我在考北京的研究生吧 喜欢北京 对 我告诉你啊 现场呢有两位老师 都曾经怀揣着自己的梦想 现在他们在北京已经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你的歌声 告诉我们北京是一个很 让我们向往和美丽的地方 北京欢迎你 各位老师对不对 你是目前我看到在舞台上最松弛的 演出状态最良好的一位男歌手 哪有量奔哪去 但是呢不一定非得到北京去才叫成功 祖国一片大好河山 哪里都可以发挥你的才能 好吗小伙子 好 谢谢老师 就是其实太原这个地方幸福指数也好高好高的 杨老师 老杨负责任的说 近期让我们栏目组安排你去一家北京 谢谢老师 坐飞机坐动车 杨老师把车票给你掏了 下了车站 不要往别处看 终点站就是二套文工团 找周围老师找丹阳老师 看一看那是什么样一个艺术殿堂 我们当地主 尽地主之宜 北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谢谢老师 让我们再次请出刚才已经晋级的几位选手 有请 第一环节呢我们看到 有六位 顺利晋级了 但是此刻 要通过他们的歌声来征服最后三位老师 是否能够决定他们谁能成为今晚的获胜者 好那接下来呢 就请三位老师对场上的六位选手进行拷问 好 戴阳老师 我想问一下卓马 今天刚才听的是你的这个 你们这个民族的 然后我们家乡的歌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更多的展示你的这个 演唱 不同风格的 那老师如果唱一首那个 就是 也是我们家乡的 但是汉语唱的 可以吗 好的 可以 谢谢 空干山下 雅龙江边 青山绿水 绿水青山 猫咪的山里 像绿色的绒台 羊群就像一朵 游动在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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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好 谢谢老师 姚老师 你选择一位 我选择刘帅 能不能再选择一首歌 跟我们唱一下 那我唱一首张惠妹的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吧 好的 我知道这样不好 也知道你的爱 只能那么少 所以我不停的咬 咬到你想逃 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 眼泪在你的心里 只是无力去闹 因为在你身后 是我一辈子的骄傲 原来你 什么都不想要 好了行 好 那最后有请周围老师 最后一次发问的机会 留给周围老师 这个我选择水果公主 水果公主 爱博文是吗 有请 来 如果演绎 一首像捉摸 演唱那种风格的 民族风更强一点的歌曲 会是什么样子 那就唱一段天路吧 好的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爱博文 爱 带我们走进眼前天堂啊 琴歌就是个它 会更加香甜 幸福的歌声 穿遍四方 谢谢 谢谢 那场上的六位选手 此时此刻呢 距离 获得今天晚上的胜利 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就是这一步 太难了 因为六个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 会成为我们今天晚上 唯一的那位胜出者 那接下来 有请三位老师离席商议 那个 那个洪志兴呢 我觉得他朝铁非常好 撒影条件本身很好 但他现在基础比较差 泽阳装 桌马 这个应该是 倒上三大五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人 不爱博文 这个满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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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很好 看着我就说可能冠军就是她的 三大五也不知道是谁啊 利用老师们商量的这点时间呢 那我问一问 刚才没有被老师点到名的几位选手 贺宜 我觉得你的这个整体的感觉 或者你整体的这个经历 应该和爱博文挺像的 在今天的舞台上呢 你也看到了他的表现 是 你快速的在脑子里边过一下 他到底哪一点不如你 没有 他处处比你强 我觉得 在这儿 那你就干拜下风 嗯 不是干拜下风 是我觉得人家确实优秀 并不是说代表我自己觉得自己挺弱 好 这也是实话啊 小燕 我觉得小燕在中间一直稳稳的站着哈 你和卓马都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 你觉得呢 卓马身上有什么弱点 要让你来说说什么 非出不可吗 我刚才留意到一个细节 他们两个人当我问到这儿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都开始拧头 当目光交错的那一刻 他们就转了回来 故作镇定 非说不可 嗯 他应该向我学习的 地方是 对声音的这种美化 嗯 再更好一些 原生态的东西 再稍微少一点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就是希望他在这个原生态的基础上呢 再对自己的声音加以塑造 对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是的 这是小燕自己的理解 老师们已经商量完毕了 接下来有请三位老师 来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答案 我们也特别期待这个结果是什么 我看着李丹阳的老师的手里边呢 拿着我们的证书 嗯 那就请您公布结果吧 嗯 嗯 经过我们三位评委艰难的绝夺 今天晚上获胜者是 经过我们三位评委艰难的绝夺 今天晚上获胜者是 卓马 哇哦 恭喜卓马 恭喜卓马 那么有请大家老师为你颁发 资格证书 哈哈 一个谢谢你 总是由你前手 喜欢拥抱 又把老杨忘了 不要忘了老杨 那感谢卓马 也恭喜卓马 卓马会获得我们蓝组赠予的五千元 民歌传承基金 而且在年终有机会 角逐黄河歌王的称号 加油卓马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一期的歌从黄河来 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下周日晚8点15分 不见不散 我要玩 变打